哈囉大家好我是小許 那今天這部影片主要是要來重新分析一下艾莉亞這張卡 那在第一次看到那個GNN釋出的消息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認知上解讀上的錯誤 所以這邊來更正一下 這邊也跟大家說個抱歉 那首先他的隊長技能這邊是沒有什麼任何問題的 然後再來的話呢 這邊有講到就是他這個50%自身攻擊力追打水火木屬性各一次 這個是只有頭尾才有 所以說這個增傷不能計算到整隊 應該是這個頭尾 那也就是說他頭尾的攻擊力呢 佔整隊的超過一半以上 都是集中在頭尾的身上 然後再來的話主動技也沒有任何的疑問 那主要的話就是他的隊伍技能的部分 因為剛剛看到官方實戰這個被吸魔師的影片之後呢 我發現我的認知上有點錯誤 是他這個不死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他最後一個隊伍技能 以他當隊長級戰友 隊伍中只有水或是人的時候呢 會有這個更性的效果 那原本我把它解讀成這個全水或是全人 所以那個時候隊伍分析呢 基本上是以水人為主來做一個 隊伍成員的推薦分析啊 然後但是呢看那官方影片呢 他是有帶雪女 雪女是水魔嘛 然後帶這個水機械族迪卡爾 這樣子然後也可以觸發更性 那發現說其實是只有水或是人就可以了 隊伍裡面放水水屬性 其實任何種族都可以 那火木光暗的話 如果說你要放火木光暗 那就只能放人類齁 應該是這樣子才對齁 這樣就可以觸發更性的效果齁 那如果說這樣子的話齁 那我們這個隊伍成員的推薦的話 可能就是要重新講一下齁 因為會多了蠻多好用的隊員 因為他的牛棚等於是 呃全部的水屬性成員都可以放 然後火木光暗的話可能就限制人啦 那最好是放火跟木啦 因為火跟木才會兼 火木珠才會兼具水珠這樣子 那光暗就不會兼具了齁 那水屬性其實蠻多好用的成員的啦 比如說像戰場 戰場這個時候也可以放了嘛 然後主角主角其實也是很萬用的齁 那這邊的話水妹其實也可以放了 如果說你需要控場的話 然後再來的話我們看一下 水屬性有哪些好用的成員吧齁 那雙魚的話其實就沒有很推薦啦 因為他如果說你放火木成員的話 其實整版幾乎都是攻擊珠 所以雙魚其實不是很推薦齁 而且雙魚會優先把火珠轉掉 呃我們看一下齁 那雪女其實也是一個很不錯的成員 因為他這個極限突破之後 有這個自身發動技能的時候 心間聚水 那整版很多心的時候齁 他會有一個自身界王拳的效果 那在這一次的紅心煉獄集其實就 非常的實用齁 這張卡非常的強 然後再來的話看到 呃水炎的話 水炎的話 光星轉水 呃 這個艾莉亞他每回合都會有大量整版的水火木珠齁 所以呢 呃其實能轉的 能轉水的珠子不多啦 所以這張我覺得效應應該也還好 那但是機勢的話其實 光暗兼具我覺得有點用啦齁 如果說關卡 呃進水火木的話 其實機勢也是我覺得還不錯的齁 那再來的話所有成員 這個追打水火木這個其實 艾莉亞隊長技就有了嘛 所以機勢也還好 然後破防齁 破防可以用千千 那這張的話 這張其實我覺得也很好用齁 也是可以放進去齁 那他有兩種效果啦 可以 可以排珠齁 一回合排珠 那艾莉亞是7秒轉珠嘛 也就是等於7秒排珠 然後有一個 1.8倍的增傷 但是他第二個技能的話 其實就還好 因為他會把艾莉亞的攻擊珠轉掉 那再來的話我覺得這張蠻實用的齁 這張的話 因為水屬性都可以放嘛 所以當然也可以放趙雲啦 那CD8的15秒排珠 或者是延遲敵人行動 兩個技能都還不錯用 所以這張也是蠻推薦的一張成員 而且又可以撐血量齁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趙雲的血量有4300 那關羽也可以啦 因為他是整版轉成這個水火木嘛 不過我覺得艾莉亞他其實齁 每回合都是整版幾乎都是水火木了 光暗星其實已經變很少 所以效益應該也不會到太大 那孫全一樣齁就是拿來打這個 追打光屬性用的 那這樣子水狂也可以入隊齁 如果說你版面上有什麼石化 你覺得很棘手的話 其實也可以放這個水狂 直接把那個版面變回原始模樣 這也不錯齁 那再來的話埃及啦 埃及我覺得也是很好用的齁 就是炸板齁 炸板就是不解釋非常好用 而且他炸板之後他還有這個回復力提升齁 不是只有提升攻擊力 回復力也可以提升 所以說如果你要打一補盾什麼的 其實埃及也是一個不錯的成員 然後整版都是這個 整版都是新珠嘛 因為火木兼具 火木兼具新這樣 五屬強化齁 其實頭尾就可以解五屬強化了 所以也不太需要這個水德魯伊 那像這張卡也不錯啦 像這次練習集就有奇效 那特哥也是一個很值得入隊的成員齁 因為其實他這張 埃莉亞這張卡齁 其實他平砍傷害已經很夠了齁 那如果說你要傷害的話 其實放個巫女就好了 那比較需要一些結板的卡片 我覺得他的隊伍裡面 那特哥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齁 特哥趙雲這種可以排珠的卡片都不錯齁 那特哥的話因為他是 也是15秒排珠嘛 但是他有多一個水屬性1.8倍的 這個額外增傷 那趙雲的話就是單純就是15秒排珠 但是趙雲的血量比較高 所以你就可以試關卡來去放齁 那這張卡的話 因為版面上剩下的光暗星其實 可能也不會很多齁 所以效益來說的話 我覺得應該也是不會到 其他隊伍放太雲基這麼大 那機械化的部分齁 很多人可能 在想說這張卡能不能玩機械化 但我覺得 不要為了機械化而去 玩機械化了 主要還是要看效益怎麼樣 那一樣這個春香就是拿來這個 解凍結符石了嘛 艾莉亞這個技能呢 它是 所有符石轉化 但是它並不是炸掉齁 所以如果說像負面珠子 譬如說 風化 風化然後 或者是 凍結 這種是沒有辦法炸掉的齁 它那個 它那個負面效果還是會在了 然後像這個炸整版也是不錯啦 雖然說可能會把種族珠炸掉 但是有時候版面太多那個 乾擾轉珠的那個 負面珠子的話呢 其實 炸掉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這個時候優柱也是可以放進去的齁 雖然說它轉出來可能是 水光星齁 但是 它這個 一回合9倍的界王拳還是 不可忽視的啦齁 而且下回合還會這個 轉很多的這個攻擊珠出來齁 然後再來的話 像阿克亞齁 阿克亞也是很實用的一張功能卡 不只是當隊長齁 當隊員的話齁 它這個二消齁 一回合二消 首批啊只有首批齁 然後另外第二個就是消除負面效果嘛齁 如果說你需要消除負面效果的話 你就阿克亞或者是 這個冰花二折一 都不錯用 而且它的血量其實也算是挺高的 然後其實阿克亞也可以搭配御劍放在裡面齁 這兩個搭配其實蠻強的 因為你御劍放進去的話齁 它如果說隊伍裡面有阿克亞跟御劍的話 它就可以 像它放在阿克亞隊一樣齁 就是點一個珠子 然後把那個珠子炸掉 如果說這個關卡進火 或者是火珠不能消 你直接御劍把它點掉就可以了 版面上就不會有火珠了 所以 這兩張卡的組合其實蠻強的齁 然後再來 露西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入隊啦 那像冰花也是很實用啦 消除負面效果 然後又有劍王拳的效果 大家要注意的就是 冰花放進去的話齁 它的第一個技能可能就沒什麼用 因為它會把火斧石轉掉 那完全沒有用啊 因為火斧石也兼具水 因為正常來說 艾莉亞都會配火木啦 這樣子的話會有兼具會比較強一點 那像官方配置的話 它是放迪卡爾 齁就是一樣 CD8的15秒排珠 也是不錯用 算是比較平民一點啦 如果說你沒有特哥 你沒有趙雲的話 可以放這個迪卡爾 那像這種跨回合 增傷齁 就是 一回合如果雙血怪的話 你可以 開廢爾卡齁 那個攻擊力可以 帶到下一回合 也是不錯 然後像這種 回避所有敵人的攻擊齁 這個回避 回避的技能 也是比較少一點的齁 因為像有一些 有一些技能 它是無視這個 抑制效果的 這個時候 這個艾莉亞可能就擋不了了齁 可能就需要靠回避這樣 然後像 這個離機其實也是齁 兩回合的 牌珠 如果說下一回合 鎖記幹嘛的 就是蠻好用的 那鎖記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帶 距離啊齁 大概就是這樣子啦 水隊的成員大概就是這樣 如果說我有漏獎的話 歡迎在下面補充齁 那其他的話 像火木光暗的話 可能會比較 一定要放人類啦 如果說你沒有放人類 就沒有抑制效果了嘛 那這邊的話 講火木好了齁 因為主要還是會 應該會以火木為主 那火的話 其實我覺得 好用的成員 也蠻多的啦齁 譬如說火屋嘛 火屋就是一個常駐增傷很好的選擇 那只要不要遇到連擊的話齁 這個都可以擋啦 但是要注意的就是像 石風的有一關先攻2萬7 那一關是無視抑制 無視減傷跟抑制的 那像阿克亞 不是阿克亞 像艾莉亞的話 就沒有辦法擋了 那個時候可能就要帶這個 奧效紅塵齁 那個時候就要帶這張 你可能前一關先開 下一回合直接回避掉這樣子 然後像阿 石風王的王2 王2是每回合打2萬5 也是無視抑制效果的齁 這個時候呢可能就是 血量就是要撐 不然 你放蜜兒也是可以 只是你放蜜兒 就是沒有那個 那個更性的效果 這個就是要做取捨 那火隊的話 好用的話還有這個啦 這個解星珠盾好用 鼻子子 那職商會會嘛 然後牌豬就是老人 那其實現在水隊也有牌豬的選擇 你火的話就不一定要放老人了啦 那我們看木的成員齁 木的成員的話也是一樣齁 逍遙 其實他這個隊伍齁 雙隊長其實解鈍能力就還不錯了 所以隊員的話主要是以牌豬啊 或者是還原版面啊 這種卡為主 然後像常駐增傷的話就是 木屋齁 那解鎖的話其實你也可以放鳥龍 也不一定說水屬性要放包子什麼的 其實很自由的啊 大家可以自由去搭配 主要還是看大家手中有什麼 什麼卡牌這樣子齁 那像這個 你可以點一種符石轉成木橋號符石 如果關卡有一些什麼 呃 光暗星 或者是什麼 進水 進火 其實你就直接 順上槍把它點掉就可以 像這種指定 指定轉珠的卡片其實都蠻好用的 而且他CD又短 算是一張CP值非常高的 平民卡片 像這種就是解這個20連擊盾啊 像科學少女也是啊 科學少女系列都可以解 那像小傑我覺得是 蠻推薦的一個隊員啊 雖然說現在絕版了 但他一張卡有很多種用處 所以他算是一張非常優秀的 呃成員齁 如果說你木的成員不知道放誰的話 放他就好了 那像美姐這張卡的話齁 其實他放在 那些隊伍裡面的效益呢 可能並不會像 放在其他隊伍裡面效益這麼高啦 因為 他是木屬性的嘛 所以他放在艾莉亞裡面的話 只有這個水火兼具木 但是 艾莉亞的水屬性成員呢 是有三種攻擊株的齁 水火木都兼具 但是木屬性呢 只有水跟火兼具木 所以他的攻擊株 在艾莉亞隊裡面的話 跟其他水隊員比起來的話 算是比較少一點的 所以他的效益的話 可能也並沒有像想像中的 這麼高齁 可能會少一種 少一個攻擊株這樣子齁 但他的好處就是 他不會被複雅消除重置 那像這張 利克利斯其實也不錯齁 暗光星轉為 水牆火牆木牆 但是就像 前面講到的一些卡一樣齁 就是 這張卡齁 其實你看官方實戰影片 齁其實每個回合 攻擊株基本上都是整版齁 光暗星會變非常少 所以這個 實際上的效益其實也沒有到很高 齁那主要就是這樣子 那星月其實也可以啦齁 比如說像遇到這個 血扣到1啊 然後 什麼一大堆燃燒株的時候 你就可以開這個星月補血 不管是變身或者是 開他這個變身後的2技 齁 直接補血都還不錯用 齁 不然我覺得更性效果 然後遇到這個 版面很多干擾的珠子 比如說 X型風化啊 或者是這個 X型燃燒啊這種的 這個會很難轉齁 你完全沒有辦法碰到啊 所以我覺得死血 死血高還是會比這個 呃 更性效果來的好一點 齁 不過可能 Mayhead他們想做一些 比較 不同方向的黑金嘛 因為每個黑金都有自己 各自比較 代表性的特殊能力嘛 那這張黑金的特殊能力 可能就是 主打就是更性 齁 齁那 就是這樣子啦齁 那就是更正版的分析啦齁 希望大家喜歡齁 齁 那有什麼想法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齁 留下你們的看法 那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右下角按個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